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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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家庭服務成果 剛剛聽了陳主任的嘉賀鼓的音樂 實在很愉快的氛圍 享受那個音樂 那接下來要聽家庭服務成果 就感覺上有 似乎比較沉重一點 那我今天的簡報 大綱大維分三個部分 一個是機構簡介 一個是家庭服務成果 還有一個案例分享 那台北市有名發展中心 是台北市政府委託辦理的一個機構 那我們是在民國88年9月成立的 那我們的服務對象是 0到6歲的嬰幼兒跟15歲到65歲的 中重度的一個生性障礙者 那他必須涉及在台北市半年以上 那我們是一個日間照顧機構 那今天我就找了服務來進行報告 那我們的服務方式 有日間託育跟部分實質 那我今天的報告是 我們的統計期間是在 98年7月到99年6月這個期間 那日間託育我們主要提供的是 整個性的一個個別化療癒的訓練 那以個別小組還有 或團體的方式來指導 那部分實質 我們有分日間療癒 夜間療癒跟外展服務 那主要是提供一對一的一個 60分鐘的療癒訓練 那以認知語言跟小機會為主的一個訓練 它是一個統整性的一個課程 那在一個小時裡面 我們除了教導孩子之外 那很重要的一點是 也在跟家人討論一個親子的互動技巧 跟回家的一個生活 生活基本的一個訓練的一個方式 這是我們的部分實質 那外展的部分 我們比較針對體弱多變 那目前我們服務過的個案裡面 都是它不適宜出來 它可能是臥床的 它有插管的一些個案 還有一個就是媽媽可能懷孕 它不適合 它沒有辦法帶孩子出來療癒的 這樣的一個小朋友 那在這個期間 我們所服務的28個個案裡面 有主要的照顧者 大部分是媽媽的角色居重 那其中有三位的 主要照顧者是身心障礙者 所以在這幾個家庭裡面 我們就必須比較多的一個協助 那在經濟狀況部分 有8個家庭 它是低瘦入戶 那在家庭服務成果 我們有從個案的需求方面 去評估來提供服務 還有由中心 整體性的一個服務 那另外我們也建立一個 家長的回饋機制 那這是我們的服務流程跟使用表格的一個對應 當孩子進到中心來建檔的時候 我們社工會跟家長訪談 然後了解孩子的基本能力跟他的家庭的狀況 那教保組長會就孩子的能力進行初步的評估 那進到中心以後 我們有一個月的一個觀察跟評估期 那在這個月的14天內 我們社工必須完成他的生態評估表 所以教保員跟社工就必須到家裡去做家庭訪事 了解家庭的一個服務需求跟他支援的使用情形 那同時在這個月裡面 我們專業團隊也會介入來評估孩子的能力 然後之後我們會召集所有的專業團隊 包括治療師、社工、教保 我們會召開一個新增評估會議 那教保員就統整所有專業團隊所建議的服務項目 把它匯整、擬定ISP 那再邀請家長來召開ISP會議 那如果家長對ISP會議沒有意見的話 那我們就會去實施 那如果他有意見 我們就會修正我們的ISP的內容 那進到計劃實施裡面 那我們教保員就針對我們的ISP去進行執行跟記錄 那社工的部分就進行儲域的一個執行 還有服務的記錄 那這個服務記錄 社工的服務記錄包含家長的一個需求 還有他支援連結 包括跟教保組的討論 跟治療師的一個討論 還有其他外部支援的一個討論 都會記錄在這個社工的服務記錄裡面 那專業團隊的部分 不管是他間接服務或是直接服務 也都有他們的服務的記錄的表單 那我們每半年會進行一個服務 我們的服務的一個回頻 那也會做整體服務的一個總結的一個記錄 那根據這個總結的記錄 我們會擬定新的一個下半年的一個ISP 那如果有需要進入到轉嫌以後呢 那我們也提供轉嫌服務 那在轉嫌的前一年 其實我們就會跟家長討論他 對轉嫌的期待 然後我們會進行我們的轉嫌的一個服務 那進到轉嫌以後 我們社工會進行三到六個月的一個追蹤的一個服務 那才終止我們的服務 那我們的有名的家庭服務的模式 我們是用團隊合作的一個模式 那不管是教保員、社工員或是治療師、護士、督導 他各自有他的角色功能 但是他彼此之間是一個合作的關係 那通常教保員是主要的一個角色 那教保員他因為他是跟家庭是最有密切關係 也跟幼兒跟家庭的接觸最多 所以往往是教保員會發現問題 包括家長的需求或幼兒的需求 這個部分教保員都會是第一個比較會先知道的 所以教保員就會跟社工還有督導討論 然後由社工去連結內部的資源或是外部的資源 那內部的資源比較針對就是我們的治療師 那我們會跟治療師或是護士 針對他的附件或是輔具的一個需求 然後請治療師跟家長做一個諮詢 或是輔具的一個轉嫌的一個服務 那護士的部分可能我們會請 家長來然後護士給他做一個衛教 或是提供一個衛教單 然後或甚至會轉介醫療的部分 這個護士就會協助我們 那在督導的部分包括中心的主管 或是我們的特教督導或是社工督導 那也會定期給我們的教保員還有社工員 來討論我們的服務的策略 那提供教保員或社工員一些 包括服務的一個方式或是面臨的問題 提供一些親私的一個溝通技巧 或是親子教育的一個策略 那我們每半年會進行我們的服務需求 跟資源連結的狀態 評估那這是我們的資源連結 跟服務需求的一個評量表 那裡面有五大類包括經濟知識性服務 還有復健醫療 還有知識性服務 還有救血安置這五大類 那裡面有一些提項 那我們社工就會在 起初的時候就會去評估家庭服務的需求 那我們根據剛剛那個服務需求 我們就統整出 在這個98年7月到99年6月這個期間的 需求的人次 這個就是我們就這五大類的人次的一個統計表 那針對這五大類 我們就提供 針對這個家庭提供我們的需求服務 家庭的需求服務 那在復健醫療部分 那在這個期間有發展評估需求的有12位 那我們的方式是 我們會把每一個孩子的 身心障礙手冊的到期日 我們會列表登記 那我們會定期去檢視 他們的身心障礙手冊的到期日 提醒我們的家長去做手冊 因為在我們的服務過程中 曾經有家長 就是耽誤了這個評估的日期 錯過了 因此他的脫養部補助 受到了影響 那也增加他的經濟負擔 那因此這個部分 我們社工是很落實在做這樣子 那甚至我們會陪同 有需要陪同的家長去進行評估 就像剛剛我們提到 我們有三個主要照顧者 他是身心障礙 那我們社工就會陪同家長 去完成這樣的一個發展評估 那在資源療育部分 那我們中心就是 我們的專業團隊會提供 療癒的諮詢跟服務 包括能力的評估跟療癒 或是家長的諮詢 包括他可能有輔具的需求 的諮詢 或是說像溝通輔具 那我們家長最常來諮詢 就是溝通輔具的使用 像圖片的交換系統 該什麼用 那我們就會請原治療師 來提供家長這部分的服務 那有就醫需求的就有五位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的教保員會去記錄 我們的特殊幼兒的一個狀況 包括他癲癇的情形 還有發作的情形 還有他服藥的狀況 那我們會把這個紀錄 然後提供給家長 然後作為他下次就醫的時候 提供給醫生作為參考 那我們也會依照孩子的狀況 有需要陪同就醫的 我們會陪同就醫 那像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年度 陪同兩位幼兒去就醫 那這兩位幼兒是 因為家長對用藥有些疑慮 那我們社工就陪同他去就醫 去瞭解醫生 對藥物的使用的情形 然後去解釋給家長聽 因為我們家長在這個部分 可能他的理解比較有問題 所以就陪同 我們社工陪同去就醫 然後另外一個是 看牙 家長也沒有辦法 帶我們這孩子去後續的治療 因此就由我們教保員 因為教保員 比較了解我們孩子的狀況 那就由我們教保員 陪同他去就醫 那我們也陪同一位家長 這個是家長本身 他本身有 躁鬱症的問題 所以他又很抗拒去就醫 那當然他很煩信任我們 那在我們的勸 就是勸阻之下 他很願意 在我們社工陪同下去就醫 那目前很穩定的在榮總 進行日間留院的一個治療 那在福利的部分 我們就會定期的提供一些 身心障礙的相關福利訊息 那在經濟福祉跟福祉的申請的部分 我們會協助那個經濟的補助的連結 就像我們有幫一位小朋友連結牙套的費用 因為那個牙套他滿口的助牙 他做了四五個牙套 那費用真的是不少 然後他又是低收入戶的家庭 甚至我們也透過士林北楼藻資中心的一個協助 連結到其他支援單位的一個經濟補助 那同時也跟雙和醫院那邊 來跟他們協商 然後在那個療癒的 在這個亞套的費用上面去做了減免這樣 那另外協助其他的小朋友在福祉的補助的一個申請 那在就業的部分有一個家庭有這樣的需求 那我們的做法是提供我們社會課的一個 已公在正的一個訊息 還有中心的家長就業資訊 那這個家庭我們也暫時幫他連結到一個 由家長的資源這部分幫他連結到 連結到一個臨時性的工作 一個是媽媽我們幫他連結到一個資源回收的工作 那爸爸是連結到一個便當店的送便當的工作 那這個是利用我們自己家長的一個就業的一個資源 那在手足互動家庭互動部分 有手足互動部分 那有家長提到有手足互動的問題 還有親子互動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社公司會請家長到中心來跟他訪談 或是收集一些資訊資料 包括那個文字資料 來提供給我們家長做一些參考 或者是我們邀請手足到中心來當志工 那透過當志工的這個過程 那由我們老師去教他怎麼樣跟我們的 跟他的手足去做互動 那也邀請我們的家長來參加我們的親子活動 那透過這樣的親子活動 然後我們老師跟家長有一些溝通 然後也指導家長怎麼樣去帶領我們這些孩子 帶領他自己的孩子 那我們家長也覺得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他也覺得說 比較遲到怎麼去帶自己的孩子 那這樣的親子互動關係獲得了改善 那親子教育的部分 我們對比較弱勢的一個家庭 或是親子功能比較差的家庭 我們會提供親子示範 那親子示範我們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邀請他到中心來 那有老師示範親子的這個部分 那還有一個部分是我們教保員到家裡去 就他家庭的環境狀況 來提供一些親子示範 那我們這個部分比較針對 親子示範比較針對生活的部分 生活治理的部分 那包括說穿衣啊 穿鞋、穿襪、然後整理他自己的玩具的這個部分 比較遲到日常生活的部分 來做一個家庭的示範 親子的示範 那我們社工委會持續追蹤這樣的一個執行的狀況 那科幼照顧我們有三位佑 那我們是提供到六點的一個延後托育的一個服務 那在相關社福醫療的支援 我們也幫四個弱勢家庭 連結到宏信智慧的一個家務指導 那也因為這個家務指導 宏信智慧的這個單位的介入 那改善了我們四個家庭的聚焦環境 那也幫七個家庭連結 我們台北市智商的家人協會的聯託服務 然後作為臨時照顧的人力資源 那也幫我們一位幼兒 因為他目睹家長自產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的社工也幫他連結心理的智商師 幫他做了十二次的心理遊戲治療 讓他走出目睹那一幕的陰霾 那我們也提供 有八個家庭有交通車的需求 我們也提供交通車服務 那在就學案子融合交易的部分 有六個孩子表示要融合交易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會跟家長討論他期待的融合的方式 還有他我們也會去評估幼兒的能力 再跟家長討論他期待的一個融合的方式 那有兩個孩子是透過漸進式的一個融合 然後順利進入到幼托研所 那這種漸進式的融合是在 我們是在融合前大概一年前 我們就會跟家長討論 他有這個意願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跟家長討論 然後在他家附近的幼稚園 我們去尋找適合的幼稚園 然後每一盒幼稚園這樣 那從一週半天到一天 到漸進式的增加天數 來進入幼托研所去融合 那這兩個孩子也順利在半年後 就進到幼托研所去融合 外中心也提供整體性的服務 他在這個部門的服務目標是 要幫助家長來促進兒童的一個健康維護 還有提升親子的互動品質 跟建立家長的支持網絡 提升家長的家長支援 那協助家庭獲得各類的支援 然後來提升我們幼兒的融合能力 跟順利的轉型 那在附近醫療的部分 我們在健康維護的部分 那牙齒的保健在幼兒來講是非常重要 因此我們也連結我們中心附近的牙醫診所 來幫我們的幼兒 每半年進行一次的洗牙突破 跟口腔的檢查服務 那我們也對需要治療的幼兒 進行後續的治療最終 然後有需要了我們培養就醫 然後透過這樣子 幼兒一起去看牙的一個經驗 那有幾位幼兒 本來是很抗拒看牙 那透過這樣一起去看牙的經驗 他們不再抗拒看牙 因為這樣的一個服務 我們其實已經做了有五年了 這樣的一個服務 那在我們經驗裡面 家長也反映後續的治療都還蠻順利的 那在健康檢查的部分 我們也是連結我們中心附近的診所 幫家長做健康檢查 有幾次超硬波的檢查 那我們也透過這個超硬波的檢查 發現我們有幾位小朋友 有那個腎臟結識的問題 那醫主就是說要多喝水 那甚至有我們透過超硬波檢查發現 孩子的大便裡面激了一堆的大便 那可能他的排便門不順這樣 那在這個部分 那醫生也建議我們說 在飲食上面給他做一些調控 那我們也會把這個健康檢查的報告 提供給家長做參考 那也會把醫主這個部分 納入我們ISP去進行控制這樣子 那在隔年的健康檢查 我們也發現 孩子的本來有的問題 獲得了一些改善 就有幾個有超硬波檢查 有腎臟結識部的問題的孩子 在隔年的健康檢查都獲得了改善 那除了這個我們在健康檢查的部分 我們連結榮總的復健醫學部 來提供我們家長 跟幼兒的復健的醫療諮詢 那我們也把這個復健醫療諮詢的這個資源 開放給我們的社區居民 那他們甚至他們這個醫療團隊也把 也有帶他們老人 就是老人評估的這個部分 老化的評估的醫生 來針對老人的部分也來提供 所以這個連結我們是針對幼兒跟承認的部分 然後開放給社區居民 來使用這樣的一個資源 這是我們相關服務的一個照片 那在親子互動的部分 我們家庭互動部分 我們也辦理親子戶外活動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配合我們每個月的教學主題 辦理親子戶外活動 那我們是希望透過這樣的親子戶外活動 來提供一些親子互動技巧 那尤其是家長的情緒支持這個部分 那我們家長出取率其實都可以達到六成以上 那在這些活動的家長對這些活動 在家長辦理跟參與的過程中 他們給我們的回饋是他們覺得這樣的活動 能夠提供給家長一些親子互動技巧 尤其在情緒的支持這個部分 那尤其是透過這樣的活動 來建立家長的一個支持網絡 然後使家長彼此間能夠得到一些情緒的支持 那在家庭互動我們也辦理親子親子活動 那我們這些主題主要是根據我們前一年辦活動的一個 家長的意見調查 還有經過我們的活動經驗中 發現家長的參與率高的 還有成效比較好的 還有在我們服務的過程中 發現又有的需求 我們從這三方面三方向來 決定我們要辦理的主題 那一直在這一年裡面 我們也辦了七場的親子親子的活動 包括解雅獎座 吃素健康水療 提示音樂律動 那在我們每次活動之後 都會有一個意見的調查表 那家長也都還蠻肯定我們辦理這些活動 那在親子教育的部分 我們每個月也會提供一篇親子的一個單章 一個文章 那我們這些文章是會根據我們的主題 或是健康 有時候是剛好是流行性疾病的時候之前 或是說節氣或是教養的一些 我們會根據這些來提供我們的教養文章 來做我們跟家長一個分享 那我們也會根據家庭的個別狀況 提供相關的文章 就像我們有一個家長 他總是把孩子 衣服都穿了好多 那孩子已經流汗了 他只要打一個盆底 他就又幫他加衣服 那事實上他是一個過敏性子的孩子 但是他每次都給他裹的 穿了很多 孩子也不舒服 他一動一身汗 他一流汗 風一吹又感冒 所以他就一直反覆在生病這樣 那我們也因為這樣 我們也找了很多過敏性的文章 在中心的表現 也知道說 他在中心 到底是學哪些東西 那的確在中心的表現 跟家庭是有一些不一樣 這是我們相關的照片 就是親子活動的照片 這是親子DIY 還有我們跟正信院 到正信院辦理親子水療的活動 還有到市民管理去做畫會的平貼 我們就在那邊 市民管理撿落葉 撿落花 然後來貼 那家長其實貼的都比我們孩子要高興 那我們也辦親子親私的聯誼活動 那像有基金會辦理的 像父母親節活動 聯網活動 早聊宣導 跟成果發表會 還有我們自己中心辦理的 一家一菜 親端午 還有我們一年辦理兩次的親私聯誼會的活動 那透過這樣的活動 來增進我們家長 跟老師之間的一個互動關係 還有家長彼此間 互相的一個支持 那也提供 我們也隨時在更新 我們的福利的訊息給家長 這是我們活動的一些照片 那在就學安置的部分 在提供 我們在融合的部分 除了前面提到的 各個別需求的一個辦理建進式融合之外 我們也辦理團體式的一個融合活動 像我們會連結小學或是幼稚園 來辦理 有時候是我們邀請他們到中心來 那有時候是我們到幼稚園或是小學去參與他們的活動 那我們每一年大概都會連結幾所小學或幼稚園來辦理這樣的一個團體活動的融合 那在入小學的轉型的部分 我們在入小學鑑定安置之前 我們就會辦理入小學的轉型做談會 那我們會邀請小學的特教組長 來針對入小學的鑑定安置的一個流程做說明 還有特教資源的介紹 還有小學的那個教學的模式做說明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會邀請我們已經畢業 他的小朋友已經在小學 一個是在特教班的家長 一個是在普通班接受資源班服務的家長 來經驗分享 包括他的孩子在小學面臨的問題 尤其是普通班接受資源班服務的家長 他們會面臨的問題會比較多 就去分享孩子碰到困難 還有他親私溝通的這個部分 那透過這樣的入小學轉型做談會 其實很多家長跟我們表示是 占地了他們轉型的一個焦慮 他們也比較清楚未來的方向這樣 那我們也辦理國小特教班的一個參訪活動 那我們陪同我們的家長去參訪小學 針對他的軟硬體的設備 還有教學模式進行了解 這是我們相關的融合的一個照片 這是我們轉型的照片 轉型座談會 還有小學參訪的一個照片 那我們也建立家長的回饋機器 那我們一年有進行兩次的家長的一個意見調查 針對意見交流、專業服務 還有健康照顧、日常生活整體意見 這幾個列別來進行意見調查 那我們也會針對這個意見調查 整理的滿意度跟各項滿意度進行分析 那在全委會跟家長會 我們就會去回應家長的意見 然後還有說明我們的檢討的一個措施 這是我們滿意度調查的一個提項 不好意思 你們現在拿到的那個是舊的滿意度 這是我們新的滿意度 剛剛付錯了 這是我們的五大類的 那幾大類的一個提項 那這個是我們針對整體滿意度的一個分析 各項滿意度的一個分析 然後最後有一個我們的家長意見的一個回饋 就是針對家長的意見 我們我們的改善措施 還有我們有一個主要負責的人員 這是99年下半年 那針對我們這一年度 我們也做了三個的統整表 一個是資源連結狀態的一個分析 我們就提出所 家長的一個需求的一個調查 我們在期末的時候 在年末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這樣的分析 包括我們的需求的項目 跟我們的執行方式 還有連結的狀況做一個分析 那還有比較特殊的部分 我們會做備註 那這個就在附件裡面都有 那就麻煩你們就自行參與 那個裡面滿多的 就請你們自行參與 還有在資源連結跟服務成果的 統計的部分 我們也就我們資源的連結 第二個 還有一個家庭服務成果報告 我們也針對專業評估啊 個案服務 還有剛剛提到的五大類 來進行我們的家庭服務的成果 我們這一年的成果報告 我們這一年的成果報告 這附件裡面都有 還有針對我們的資源連結的狀態 我們連結了哪些單位 我們連結的原因 還有我們連結的成效是什麼 這個我們都把它做成一個統真表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案例 那這個小朋友 我們第一次接觸他 是在95年12月 我們會接觸他 他是因為我們已經在我們服務的個案裡的一個家長 告訴我們他有一個親戚的小孩 才兩歲多 可是不會講話 每天都尖叫 然後經常到鄰居 那媽媽的精神狀態也不是很理想 那時候我們就建議他說 那你要不要把他帶到中心來 我們來了解一下孩子的狀況 那後來他就把他帶來 那我們看到他的時候 他的確是坐不住 沒有口語 然後都用尖叫來表達他的需求 然後身上都是味道不是很好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第一次接觸到他 可是之後呢 我們要再聯繫他就 一直聯繫不到他 那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因為一直想說 那時候有建議家長去做發展的評估 那我們一直想去了解他發展評估的進行的情形 但是就是在聯繫上都一直很難聯繫 那後來我們的社工也通報資源單位 包括通報高風險家庭 那在95年12月那個 後來紅心智慧有介入 那我們也把這個個案通報給市林北 在檢頭找資中心 那這個部分後來他們有介入 但是一直到98年1月的時候 這個孩子還正式進入到我們的中心 那其實在98年1月以前 那我們通報的資源單位也很努力的介入這個家庭 可是因為這個家庭 他們家的電影是壞的 電話常常是打不通的 所以他們常常也是撲空 然後不得其門而入 然後因為而且他即使是聯絡上了 那個家長的那個爸爸也很反對他上學 或是去做評估 因為爸爸認為那個他長大就會好了 所以對這個療癒的部分 他一直都是才比較反對的態度 那直到97年11月 我們市林北投早資中心的社工 才帶他去正信醫院完成了他的發展評估 那但是爸爸在97年11月也入獄了 他爸爸因為當時他有吸毒的情形 他有入獄 還有其他的案他有入獄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當初接他的一個接齋 當初跟他家同住他有兩個姐姐 然後有一個堂叔 那主要的照顧者是媽媽 那媽媽是沒有工作 那他是一個低收入戶的一個家庭 那當時的社務支援的部分 是有高風險家庭介入 還有市林北投早資中心提供一些服務 但是這個家庭廠長真的是很難去聯繫到他 還好就是我們市林北投早資中心的社工 很積極的去push家長 帶他去做評估 那終於拿到智障重度的一個手冊 那因此在98年1月的時候 就進到我們永明發展中心 那我們這個接待部 我們社工在家房的部分 就會就他的基本能力去做描述 還有家庭的狀況去做描述 包括家庭成員啊 還有家庭的互動關係啊 還有他的居家的環境啊 去做一些描述 還有他社區的環境 還有他資源的運用情形 還有他的助力主力的部分去做分析 那在這個是我們最近一起的 就是100年2月24號這個 填了一個定災 我們這個定災是每半年 社工就必須要重新評估一次 那這是最近因為今年他要入小學了 那在這個部分 那在98年1月到100年這個期間 我們針對幼兒還有針對父母 還有針對手足我們提供一些服務 那這個幼兒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說他沒有口語 然後就是用尖叫 那因此我們教保員跟專業團隊 也介入理定適合他的ISP 那我今天比較不針對服務對象的需求 比較針對家庭的需求來做說明 那家長的需求的部分是因為他沒有口語 所以他跟家長之間的互動很糟 他就是用尖叫的方式來表達 那家長其實很難帶他 那所以我們這個部分我們就 因為在中心比較用結構式的方式 然後用突變的方式來輔助他溝通 那也慢慢透過突變的溝通方式 他也慢慢有口語出來 那我們也把這個部分 請我們語言治療師跟教保員 來協助教家長怎麼用簡單的圖片 在家裡的運用 那這個部分在溝通上 比較日常生活溝通上 就有得到一些改善 那在情緒的部分就還是很躁動 那常常是用尖叫或是就是坐不住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轉介我們的心理師 來提供家長一些情緒支持的一個策略 一個情緒的處理的一個策略這樣子 那同時也有那個社會局的社工 因為去家房看到很躁動的狀況 建議他去看青少年衛生門診 那時候醫生也建議他服藥 那這個服藥的部分 那我們社工也陪他去就診 那我們的教保員也去記錄他的服藥的情形 是這個針對幼兒的部分 那針對父母的部分 我們剛提到這個家長 爸爸本來是很反對他來就學的 那但是在他97年11月入獄到99年2月的時候出獄 在這段期間 那因為爸媽會帶著孩子去探視爸爸 或是用書信 那從探視的過程中 或書信的過程中 爸爸其實有看到孩子的轉變 那因此他也不再反對他入學 那他今年99年2月出獄以後 其實我們本來也蠻擔心這個爸爸是不是 我們沒辦法招架 後來我們看到爸爸其實 對孩子還是蠻溫柔的 那他可能他也看到孩子的轉變 那其實他對療癒 現在也都非常的積極的參與這樣子 也不再反對這樣子 那針對父母的部分 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就是幫這個家庭連結到他的就業資源 就是幫爸爸 因為他剛出獄 他其實母子是還蠻困難的 所以因此我們透過中心的家長資源 幫他連結到臨死的工作這樣 那針對手足的部分 就是我們也幫他召開個案研討 因為這個手足的部分 他因為有俏家的情形 所以我們也連結所有的資源單位 幫他開個個案研討這樣子 然後以有名作為窗口 然後各個資源單位來分工這樣 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我們感謝吳叔叔組長的一個報告 緊接著我們就請發展吃飯兒童 早療協會的陳順榮副秘書長 來跟我們做回應 高專員 那還有我們在座的歸賓 還有我們有名發展中心的吳組長 大家好 我是早期療癒協會的順榮 那一開始的話 要非常感謝基金會 就是給我們這個機會 給我這個機會來這邊做回應 那對早療的這幾年這麼有系統的推動 其實對整個台灣的早療的發展 其實幫助蠻大的 那今天的話 一開始我是要向那個有名的吳組長 事實上敬意 因為他準備了非常豐富的資料 那因為育成的有名這個中心 其實我們知道他的目前的發展狀況 也是非常的良好 而且其實大家在他的紀錄裡面 其實都可以看得到 他們非常落實在做那個家庭服務這一塊 那我是針對 我的這個BBD的部分 是針對書面的部分 因為我先收到資料 那我準備 我針對書面的部分來做一些回應 那等一下我可以 因為個案的部分是今天我才看到 那等一下我再做一些回應 那首先我們看他的資料的部分 其實我們會覺得非常敬佩 特別在他流程圖的部分 他在各個流程的一個設計跟規劃 還有他相對的一些表單的搭配都非常的清楚 那我覺得一個機構或是說 不管是不是早療機構 或者是各館中心 或是其他的組織 一個流程的架構明確的話 可以確保每一個來接受服務的小孩跟家長 他在接受這個服務的樣式或是內涵 都可以得到一個最基礎的一個架構上的一個保障 那還有就是這些表單 其實雖然好像這幾天講起來 大家對這些表單或是紀錄的東西都非常的苦惱 可是在早療整個服務系統 因為我們牽涉到非常非常多的不同服務的串連 那這個資訊的流通其實在早療系統裡面非常重要 包括從評估中心開始 他所提供的這些相關的評估資訊 還有再進到我們可能通報各館中心 那以及到後續的療癒單位 或者是我們的甚至醫療 或是我們特殊教育的學校的系統 那其實這些資訊的流通其實要促成 對於促成我們這些專業的合作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那雖然我們是身處於一個所謂非營利的一個服務的系統裡面 可是其實跟我們講的其實市場的一個取向其實很類似 這些資訊的流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還有我們看得到它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服務內容非常的多元化 大家可以看得到它提供了日間托育 那也包括了日間其他就是日間的時段 夜間的時段還有外展的服務 那其實這樣不同的一個服務的一個形式的話 其實可以回應到非常不同的家庭的各種型態的一個需求 那我覺得機構的發展能夠針對需要的家庭的 需要的一個型態去做一個服務的調整或是規劃 其實是對我們整個早期療癒的推展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大家可以看到包括它提供的就是包括98年的 那一直到99年的滿意度的這樣一個進行 那還有就是剛剛資料內容裡面有提到一些方案的執行之後 他們其實都有進行一些基本的一些滿意度或是一些問卷的一個調查 那我覺得這個是對於這滿意度的調查當然是對整個我們機構的 整體的一個服務的一個滿意度調查 那還有在整個個別的方案裡面 那執行之後也有做一個基本的一個滿意度或是問卷的一個分析 那我覺得這對於我們在做服務規劃上 或是服務的改善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措施 那這是先就很好的一些優點部分先做一些回應 那下一頁 那我是看到的時候一部分 就是說滿意度的變化如果做成我們機構在調整服務的規劃的時候一些參考 就其實我們都有每一年在做的話 那我們每一年如果有一些數據上的變化是改善 或者是說有一些是比前一年比較分數上有落後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這中間的原因或者是什麼樣產生變化 是需求面產生變化還是我們供給面的品質的問題 其實可以去做一些檢討或是參考 那我們來做我們今年的一些服務的一些細節的一些調整 或是內容的一個調整 那我覺得因為品質的改善是一個不停止的一個過程 不是說我們今年針對去年的確實就改善完了就沒事了 那明年好像就好像沒有一個努力的一個目標 或者是一個標的 那品質的改善是一直在進行的 那我是覺得大家在看到他們呈現這樣的一個數字或是內容的時候 我提出來的想法會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即使是說我們已經達到滿意 加上非常滿意已經達到90幾%甚至100% 但是或許我的目標可以放在是提升最滿意的 這一個部分的一個比例 那可以讓整個機構的服務可以在很好的基礎上又可以再更好 那這是大家在做這樣的一個事情之後 可以再做更進一步的一個努力 那另外一個是我看到比較特別的部分 就是在那個你的投影片的第九頁的部分 就是說社工教保跟督導在家庭服務的部分 我們會看到比較不同的一個規劃 就是在督導的部分 大家的資料在215頁 就是督導的部分其實它包括了福利資源的諮詢 還有家庭教養的諮詢 那教保員的部分的話 它提供了除了教養的資能以外 那還有情緒的支持 那在社工的部分 我們看到的就是資源的連結 還有辦理親子講座跟親子活動 還有會談的輔導 那這一部分其實在機構裡面 會感覺到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或是說有一點要修正或是調整的部分 就是說社工跟教保人員的角色其實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各管人員到底是教保人員還是社工人員 其實在機構裡面產生的有點不太一樣的一個組成 那其實我是蠻想說 如果你等一下有時間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說當初為何會把一些像福利資源的諮詢 會畫到督導那邊 那有把一些情緒支持會希望是由教保員來這樣子提供 那社工的部分似乎是變成是說間接服務的部分 資源的連結還有辦理活動 那他的職業部分就變成是會談輔導 那會談輔導的部分會不會又跟那個福利諮詢 或是那個情緒支持這兩個部分會有一些重點 或是說我們實際上的分工是怎麼去做區隔 那我覺得這樣可以呈現出來 我們在機構上實務上的運作 為何會是這樣子的規劃 我相信他背後會有他在規劃上的一些原因或是理由 那我相信說這樣的一個重新的一個分工 會對於在機構裡面的教保人員 跟社工人員的角色會有一個重新的一個釐清 因為我覺得社工人員在機構裡面的感覺是有點怪的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他的一些處域計畫 我看到的一些處域計畫的項目 會有點是來自於教保人員他的需求 就是說好像教保人員有看到家庭的一些什麼問題的時候 然後再丟到社工人員這邊 希望社工人員去做一些介入跟處域 那社工人員自己本身是不是有什麼樣的機制 可以自己去掌握這些來自於家庭的這些需求 在整個可能還是回歸到服務流程裡面 社工人員的角色是怎麼放進的 這當然不是今天報告單位的一些問題 我是說我們有看到這樣的規劃的時候衍生出來 我有一些想法大家可以做一些思考 OK 回到我的內容 那就是回歸到機構的部分 其實我們會覺得就像我們一直在談 我們都談ISP 那其實在個管中心大家也一直在講 把IFSP改成ISP 那可是好像大家一直要把那個F拿掉 那我自己會覺得有點吊詭 就是說即使在機構裡面我們所稱的ISP 它還是不可能脫離家庭這樣的一個內涵 所以即使我們是在ISP 那我們機構裡面其實還是要去想一下 我們對家庭服務那一塊 我們到底要做多少面向的一個介入 那這樣子可以確立出來 我們這個機構對家庭服務的一些理念 跟要介入的一個家庭服務的一個面向的話 我們下面的人包括我們剛剛講那麼多 督導教保人員社工人員 或是我們的治療師 甚至治療師還是要在這個家庭服務的框架下面 就是說治療師他還是 如果他已經到機構來提供服務了 他應該還是要去掉滿多一些醫療模式的一個提供 那他如何來機構裡面 在我們一個所謂家庭服務的這樣一個理念之下 去能夠提供他的一些專業出來 來協助到這個家庭 那如果機構可以確立出來 我們的家庭服務是要包含到這些東西 包括我們自己內部的專業的人員 還有我們外聘進來的專業人員 其實都應該要在遵循這樣的一個理念之下 來輸送我們的一些服務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有看到他資料內容裡面 其實提供了很多對於家庭需求的一個匯整 那我是覺得家庭需求到底要怎麼取得 那我是覺得他需要有一些定期的一個資訊的收集 那或許我們在機構裡面可以規劃至少 我們機構三個月或是六個月 我們要做這樣一個一個家庭需求的一個資料的一個收集 那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是透過會談還是我們有一個討論會的 家長的一個討論會來呈現他們的需求 那我們掌握了這些需求之後 我們才能夠去做好一個好的家庭服務的規劃 我們盡量去避免就是說 我們是在這種機構主導的這種家庭服務 我今天要辦理什麼樣的親子教育 我今天要辦理怎麼樣的課程的時候 我去邀請我的家長來參加 但是事實上這樣或許不一定符合我們家長的一些需求 那我是覺得說我們可以主動的去透過社工 或是我們教保人員或是一個會議的一個型態 定期的去蒐集家長他們真正他們需要的服務的主題 或是項目是什麼 那我是覺得在早聊裡面家庭服務的一些面向 是可以涵化到這一些面向 第一個部分就是在壓力紓解的部分 因為畢竟面對這些孩子 還有其實早聊家庭裡面有很多還是有一些經濟 是照顧的問題 那我是覺得在壓力抒發的這一部分 那我們當然要去確定他的壓力的來源 是來自於家庭或是親子關係或是一些照顧 還有像昨天今天大家都提了一些文化適應的問題 甚至是家庭成員一些疾病的一些問題 那這些壓力的抒發是其實是需要被關照的 那還有在情感支持的部分 還有在療癒技巧的部分 其實我們家長的親子的能力的狀況其實都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必須先去衡量一下我們的家長裡面 到底有多少的家長是可以做知識層面的一些療癒技巧的一個提升 那有多少的家長其實只能在技巧層面來協助他們 那有一些家長他對於理解 對於一些文字或是說一些理論的一些理解其實不是那麼好 那我們談太多知識面的東西其實幫不上他 那有一些家庭我們可能必須透過很實務的很直接的一些技巧或是一些示範才能夠協助到他 他就是照著我們操作過的這樣一些方式來直接來協助孩子 那這些親子教育的一個主題的一個定位的話就也會不太一樣 那其次的話就是教養的一些諮詢還有我們經濟的支持跟就業媒合 那另外一個比較重要我是覺得是在轉嫌的準備 那會把它提為是轉嫌的準備 我是覺得說轉嫌這件事情 他是應該提前被注意到的 就是剛剛我們有提到其實 我們這個有名中心這邊其實在一年之前就會關注到這個問題 而且先開始去跟那個家長做一些釐清 他需求的釐清跟意願的釐清 那他也會辦理一些到幼頭園所去做一些釋應 或是到國小去做一些參觀 那後續的話入學之後還會做一些追蹤 那我是覺得轉嫌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也應該做一個團隊的一個介入 包括在轉嫌之前我們如果發現 小孩子有一些治理上的一些生活治理上的一些能力還是不足的 入學之後那他還是有一些哪一些能力需要事先被提升起來 可能會比較順利的能夠入學去 那這些的話可能這些分工出來有一些必須指派給教寶去協助 那有一些可能要給治療師 那有一些可能是需要社工去做協助的 那我覺得這些事情的話就要提早的去確立出來哪些事情 對於這個家庭的孩子他要轉嫌是需要去被協助的 然後用一個我們機構內有的一個專業人員團隊 來做各種不同面向的一個協助 那在家庭服務的提供部分 我就覺得這部分剛剛我有提到一部分 我們就是把家長一些不同的需求去做一些群組的一些劃分 那能夠提供他們真正不同家長需求的一個主題 跟親子教育 那在機構或者是說能夠外展到家裡 我們到底有多少的能力 或者是說機構可以允許我們像我們社工或是教寶 有多少的心力可以投注到外展的一個服務 那這部分其實可以關係到就是說 社工他是不是有辦法一個月或是說三個月可以定期的到家庭去 去了解家庭的一些變化或是跟家庭做一些會談 那以家庭為中心的一個理念 我們剛好有講過就是說即使在機構裡面ISP的一個稱呼 其實我覺得說ISP不要變成說教寶自己有一份ISP 然後社工自己又變成自己有一份ISP 甚至機構裡面又有治療師他自己又是運作自己另外一份ISP 這份ISP應該是一個小孩就是一份ISP 然後裡面的分工是由不同的專業人員來做一些協助 那你要怎麼去回應這裡面有關於家庭的一些需要 那要怎麼去做一些配合 那我們所講的一些去機構化跟醫療化 那當然不是要把機構跟醫療單位去除掉 而是說怎麼去把家庭的一些需求 或是家庭裡面的一些環境 那怎麼協助孩子去做一些能力的一些類化 那還有他在學校裡面怎麼去做適應 還是提升他更人性化的一些服務的一個感受呢 那我是覺得在這一部分的話 其實必須大家做一些思考 然後在機構裡面形成一個政策跟理念 那下面的人才有 我們的教保人員跟我們的治療師才有辦法遵循這樣一個政策去國會化一些服務 那專業的合作或是整合呢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機構聘請了非常多專任或是兼任的治療師 可是我們也會同時看到我們的治療師 有一些人還是有一些機構他們還是會做抽離的一個方式 可是這樣的方式我自己會感覺說 這樣子會不會也還是有點像是跟原來的醫療模式是有點一樣的 那我是覺得說如果說機構裡面已經有專業人員跟教保人員 是不是能夠有點踏到一個跨專業合作的一個團隊合作模式去 就是不要還是維持在像是多專業或是專業間這樣一個合作模式 那這樣子或許整個的服務的話會是比較好的 而且我們家長的參與怎麼在過程裡面讓他相牽進來 讓他們能夠提供他們的一些需求 還有他們所要的一些服務 那在接下來這兩項其實我們剛剛都有提過了 那我就是做這些簡單的一個回應 好 謝謝全國民所長 非常完整的一個回應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交給吳組長做最後一分鐘總結跟答覆 我們專業間的合作 那我的PPT上面是有一些分工 那事實上有很多是重疊的 比如像社工的部分 它其實在福利資源的這個連結是非常的多 只是在這個地方沒有把它列上去 那其實比如像在督導的部分 它是比較是知行的角色 那像教保的部分是跟家長的接觸是最接近的 所以通常家長是比較 廠長會找我們的教保員來談 有關於他家庭的問題 那有需要進一步追蹤的時候 我們會請社工進一步去了解家庭的情形 那其實在這樣的討論過程中 我們不會是 教保員直接一個跟家長討論 我們通常都是社工 教保員或是督導 要一起跟這個家長 一起來討論家庭的問題 雖然它有各自的功能 但是我們是一起討論的方式 去幫這個家長解決他的問題 謝謝 那我們再次用熱熱掌聲歡迎 感謝 永明發展中心民族群組長 還有早療協會陳水龍部民族群 謝謝